市長在那個追加減預算的這個質詢之前 我想先就星期一撰案報告的時候 因為質詢時間有限 那你來不及回答 我希望你利用一點時間回答 因為這跟預算也有關 因為這幾天疫情實在是蔓延太快了 那個昨天這個當日就新增本土的病例 就是6295 對不對 台北市還1302 那我今天凌晨才解除居隔 結果我的身邊的幾個朋友 包括我的助理都一一確診 都已經打過這三劑的你知道嗎 還確診 只是病症比較輕而已 所以何況是6到11歲這些國小的孩子 他們還沒有施打疫苗 然後卻還要到學校上課 我覺得那真的很風險哦 我們真的很不希望那個兩歲的孩子 因為疫苗疫情四次 我覺得心裡是很痛的 那雖然中央目前說 這個5月起將透過死連制的方式 可以讓民眾去採買快三世紀嘛 對不對 那以快三來代替隔離 那台北市也是率先就是 採買了50萬劑給居隔者 那中央還說 那個下禮拜開始就 只要家長他們有這樣的簽同意書 就可以去施打疫苗 6到11歲嘛 他們講的嘛 可是不少的家長 他還是會擔心這個副作用啊 然後不敢冒這個風險 給孩子打啊 所以我也要告訴你 有很多的弱勢家庭 你就算中央去開 開放了這個死連制 他也不一定有錢去買得起 這個快三世紀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 尤其這一波的疫情在國外 已經很多小孩子的感染風險是很高的 所以我是想要跟市長講說 你是不是 能夠去多關心一下我們這些孩子喔 因為小朋友在上課的時候 一起玩的時候 我常常會不由自主 就把口罩給拿下來了啦 所以在這個暑假之前 這都算是高風險的期間耶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你們能夠率先 這50萬劑買下去 給居隔著 這當然是有其必要 可是針對這些 還沒有施打 疫苗的 或者因故 可能到時候不會打疫苗的 是不是 可以趕快買來給他們用啊 對不對 不然真的我覺得很害怕 因為現在 學校也好 老師也好 這個家長也好 大家都人心惶惶喔 所以 您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運用 災害準備金 或者是你看 哪一筆預算可以用 就趕快透過共同供應契約 來去採購了嘛 對不對 讓這個孩子 因為你現在是給居隔著 好 剛剛剛剛那個 黃富有講 說學校有被居隔的會給 我是覺得不要說只是 學校的孩子 有居隔的才給 應該通通給啦 6到11歲都給下去了 因為他們沒打疫苗嘛 市長 可以站在這樣子 疼愛我們這麼可愛的 孩子們的這樣的一個立場上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努力嗎 可以嗎 你現在給的是居隔著 包括小朋友念書有居隔的 但是我是說 6到11歲 他們沒有打疫苗 對不對 搞不好家長還是不放心讓他打 所以這段時間到暑假都是高峰期耶 你剛剛自己也講了 很快就破萬了不是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動用災準 或是拿一筆預算 趕快來幫家長做這件事 你讓家長安心嘛 他們抱著風險去上課 然後回到家裡來 真的有一個狀況 趕快去篩檢 這是預防剩餘治療的一個概念不是嗎 可以嗎 市長 所以這樣啦 我們錢不是問題啦 我們都會買 現在問題是 看供應量多少 所以我們還是有排優先順序 現在是確診者的需要低 再來是居隔者 再往下移 當然那個 那種 小朋友的那種類似普篩的是擺比較後面 我覺得你還是要盡量往前 因為 他們沒有施打疫苗 你看 我的助理打了三劑都確診了 對不對 他還是身體很強壯的耶 那如果一般這小孩子呢 得到不得了啦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說不要讓那個兩歲 那小朋友得到疫苗 得到疫情 就這樣走掉了嘛 報議員 我們今天有請教育局另外再起一個案子 專門去採購學校使用的快篩檢 對對對 好不好 另外呢 我要跟市長講一下 因為喔 學校的這個廁所也要很注意喔 他有沒有良好的一個通風設備 那是不是可以增加空氣清淨劑 那有沒有徹底的清潔消毒 我覺得這個都要再重新做一個檢視 因為這個班級跟這個班級都會到廁所去 就很容易有交叉感染的情況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 學校怎麼樣做好一個校園的防疫政策 我覺得這個市政府真的一定要好好再檢討一下 所以是不是 市長 你可不可以請教育局跟衛生局來做相關研議 把這樣的一套作為 能夠讓我們看一下 讓我們安心一下嘛 如果真的有需要檢討的時候就檢討啊 好 好不好 好 好